1 2 3 说 come on let's go 我们下的恶魔麦西蒙的首发机体其实整体的战斗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毕竟凭借司机麦西蒙就已经完全压制了凯能三角强了 其实这台机体的话就是和之前的普通版的盖利昂一个简单的换色换装备了 之前我也是做过了盖利昂的普通版盖利昂的评测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那么这款模型在整体的板件数量上差不多有16块板件 那么这几块板件其中还包括了部分的盖利昂原本盖利昂身上的零件了 所以说会有几个零件是基本上用不上的了 零件数量其实也并不算太多 因为毕竟本身盖利昂身上就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块的分件了 拼装的起来也会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些部分就是原本的同模换色的了 而这三块零件就是属于高性能盖利昂的一个新规的部分了 首先就是这个类似于黑色一样的零件了 但是这个颜色的话是有点发紫的 这个地方有一些像什么高频震动粒子刀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规的零件了 这些也算是一个新规的 在整体的板件怎样方面可以看上去还是比较干净的了 但是我这款机体身上的零件已经发现了部分的白痕了 应该也是一定的磨损或者说零件之间的碰撞了 可能越在板这款机体的话也真的不好了 我相信肯定会有朋友说说这款模型出过初版 据了解这款模型的话曾经也有发售过 但是因为知名度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说这款机体知道的人根本不多 而且那个时候也基本上没卖出去几台 最后就却藏了 但是这一次再版的话 我相信也会重新认识人们的认识 在紫色零件部分 首先就是采取了这一种浅紫色 然后深紫色 再加上一块这种更浅的白紫色的三种配色 进行一个简单的搭配 也算是符合了麦西蒙的颜色搭配了 其实这个配色的话和后续的达萨克 还是有一些相近的 可以看到在盖梁身上 这些零件方面的质量 确确实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至少表面是相当的干净的 而且拼起来也并不是特别的难 我相信一定会有改造的大佬去进行一定的改造 但是这口模型因为也是比较老了 所以说在跨拨是采取了球形关键这些连接的 贴纸部分也是提供了两张 这两张主要还是应用在了胸口的出击口部分 至于其他的骨架零件部分 也都是一些常规的操作的 像是这种通用的113可动手 然后一些其他的零件件 或者说是一些骨架上面的一压杆细节 这些地方仅仅是提供了细节 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联动机构 再来就是肩甲上面的小爪子了 其实盖梁遗憾的就是 它的这个弹射锚没有办法去进行一定的活动 甚至说连铁丝都没给 而且里面也是固定的结构 拔是拔不下来的了 至于剩下的就是像什么弹夹了 骨架了或者说枪械了 这些东西也都是常规操作了 盖梁在整体的骨架部分 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尤其是在小腿部分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可以弹射的抽拉的活动的 内部就是用来安装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弹夹的 感兴趣朋友可以回忆一下我之前的那一期视频 这个地方的设计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了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简单开核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呢也会尽快的拼完 到时候给各位出一个详细的评测 到时候我们评测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